这种情况下我说你如果不想失去这个benefit的话 你也可以拿出来卖 如果他们有cash enough的去买 对对你上次那个cash deal挺好的 你的起步和发展是怎样的 嗨大家好我是靳朱 我是2009年拿到sales license的 我现在呢是Coldwell Banker Realty的realtor 但是拿到license之后呢 我没有立马成为full time realtor 因为当时呢我是在一个世界500强的 一个高科技公司工作 我当时是做的是sales operation manager 2014年之后呢因为我的小孩长大了 然后呢我也换了房子 所以我当时就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Coldwell Williams做了full time realtor 所以这些经理都对我之后成为一个 地产经纪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今呢我也有了自己的团队 Lily和Gin都是我们的team member 他们也非常的能干 我们的团队去年一年有7000到8000万的销售业纸 买卖了近50套的房子 希望今年我们再见再厉 越走越好 看到你那么多豪宅的listing做得都很漂亮 卖的也都又快又好 有什么诀窍 对的我们对每一个房子都非常的用心 每一个细节我都不会放过 我们做listing呢是要给客户有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如果客户资金不是问题的话 但是upgrade很少的 那我会建议他们upgrade一下countertop appliance或者地毯换成地板 墙面刷一个流行的颜色 为此呢我还经常和客户到我熟悉的欠材超市去选材料 给他们我的建议 如果我的客户资金有限的话呢 我也可以提出一些小收小补的建议 比如说呢我们的那个kitchen的橱柜 经常在水槽这部分经常会有一些斑斑勃勃嘛 我会让我的contract呢找一个matching的颜色 把它全部刷一点 或者说是做一些touch up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跟新的一样 刷完之后跟新的一样 我呢自己还租了一个仓库 里面有很多soft staging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的客户不太满意 我们stage做的呢我还会给他们做一些微微的调整 一直做到客户满意为止 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地产经纪人关键要素是什么 我觉得做房产经纪人很主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的情商要高 你要学会倾听 你要了解客户真正要什么 你不能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想法呢强加给你的客人 要看客户买房最关心的是什么 然后还有呢我觉得agent的应变能力也很重要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 第二点呢我觉得要学会给客户理性的分析 因为呢你要先给客户一个周边最近卖价的分析 还有市场的走向 还有呢包括这个房子各方面的特色 装修啊location啊backyard landscaping 各方面的综合分析来给一个合适的价格 你是如何平衡生活和工作的 是的 realtor其实是很忙的 但是呢我也觉得家庭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每周呢我会尽量至少保持一天在家陪伴孩子和家人 然后呢周末我也会带他们去逛逛街啊 然后吃点点心什么的 很多客人找我买房呢 是因为他们对照不熟悉 但是呢因为我自己小孩在不同年龄阶段 都有不同的resource嘛 所以呢他们合作伙伴眼中的jin 因为我们都是做了十几年的agent 所以我们做的时间越长 我们的客户资源也就越多 更好的服务于每一个客户 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最大的 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个愿望 不管是买房的服务还是售后的服务 jin他教会了我很多 为买家和卖家着想 找到他们理想价格的房源 而且还要用他专业的知识 帮助他的每一位顾客 解决买房和卖房的任何问题 客户眼中的jin 2016年的时候呢 那想买一个房子 那个时候呢市场非常白热化 那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jin 他呢帮我买到了我非常心仪的房子 当时有bug offer 那我拿到了最后 房子的condition我很满意 价格我也很满意 那之后呢我又有这个需求呢 想要买一个投资房 那jin呢就在San Ramon呢 帮我找了一个小的condo 那时候condo不是特别贵 可是呢经过大概四五年之后呢 他又帮我把这个condo卖了出去 到小区的这个最高价 在这个时候呢 他又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可以用这个前一个condo的获利 作为1031 投入到后面一个single house 他呢又在同一个area呢 帮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single house 也帮我出租 然后呢房子的装修 房子的重新的remodel 他都帮我一手包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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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